啊 安妞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我看到那个坚强的 就异常坚强的大姐 突然的一下就 塌掉了 崩溃了 生活的压力 好像有点大 我们可以想见 安妞老师刚才您跟她 在聊天的时候 就由这件事情带来的 其他的伤害 也是存在的 对吗 婆家会对她抱有什么样的眼光 那婆家会误解 本身她又是一个 就是这种事情 她不会说出来 她很传统 你们两个一直十年没有孩子 是不是你有问题 大家就觉得她有问题 就像她刚才描述的 夫妻生活不和谐 它的后果就是 夫妻感情的破裂 那基于夫妻感情的破裂 是可以导致婚姻解体的 这是没问题 法律也对这种解体 是支持的 那刚才她这样一说 我更加认为 这个大姐人又传统 可以说你妈非常善良 就在这种传统观念的 教育之下 她一直在这场婚姻里面 坚守着 包括她现任丈夫 这个病倒了 躺在床上 她还在伺候着 所以她没有任何一丝怨言 说这36年来 我有这样的一个委屈 这唯一的怨在哪里 就是今天 你不能说我不清白 所以这个观念 就她从开头到现在 一直在说 必须在她做这些人 见尽的事 她不去也得去 所以这种强迫观念 和那个传统观念在一起 让她这么多年来 就在别人受不了 她就能够忍受得住 所以这强迫观念 非常强的一位女性 一位母亲 一位妻子 通过安妮老师的讲述 我们了解了母亲多年的苦衷 母亲还说 在她刚结婚的头五年时间里 来自丈夫婆家的压力 几乎让她崩溃